怎么办呀 请教一下他们 来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拿个蜡的搭一个心情啊 这东西有点虚哈 小林能不能 说一下文大成 有没有什么实在的事 他帮你做过什么 让你感觉 踏实 有吗 有 不知道从你们家 到咱们租房这多远 五六里路吧 有一次我俩去工业 那玩去 天空车 电瓶让人家偷了 天空车 这么大吧 说你小型天空车 然后我就登上他 挺沉的其实 我真的 其实那时候 一点都没感觉出来 累 但是第二天 那腿特别疼 我特别奇怪 这个小林和大臣 两个人在一起 这两年多 好像每天都是玩啊 有点过日子的东西吗 小林我特想问你 你觉得女人这辈子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就想要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你觉得他们俩 谁能给你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我能给 我能给你安稳的家 孩子都拆掉了 孩子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别老提这件事 大臣我问你个问题 如果 这次小林选你了 那他跟他的这个同事 还有联系 你能不能接受 你要做好准备啊 我不能接受 我还有一个挺奇怪的问题 你看啊 刚才那个 赵山是你问的好像是吧 什么问题 你问他 如果这个小林选了大成 他会怎么着 他说他会祝他们幸福 就是我把这个问题要反过来 小林是想了 大米的话 那你会怎么做 你会祝他们俩幸福吗 我不会 他会再把他打一顿 你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打不过他俩啊 你会对他们俩负责任吗 你比如说 我是女孩老师 我为什么要对他俩负责任 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心的 你知道吗 对生活 对感情 对自己 第一 我对大米就是普通好朋友的关系 朋友之间也应该有责任的 你知道吗 况且 我一直都不想伤害他 就包括我跟大成好也是 那你现在伤害他了吗 如果想伤害他的话 我就是当时我就 直接跟大米断了联系 来来来 姑娘来 姑娘来 看看这个 来把头抬起来 看看这双眼睛 这不叫伤害吗 你要的心太多了 姑娘 这边谈的恋爱的同时 那个追求者他也没有拒绝 不让自己男朋友省心 放心 也不让那个人死心 这三颗心他都占 在受到伤害的时候 走了以后 他给这个追求者打电话 这时候你还给我暖心 因为我需要你的关心 你认为自己 我没办法 我是无辜的呀 我是受害者呀 他们俩一个爱我 另外一个也爱我 我中间没做错什么事情 你跟人家说清楚了吗 我跟他说清楚了 我说我跟你不可能 我跟你之间不是爱情 他就死皮赖了 粘上你了对吧 拿友情当自己利用的估计 也不说起了皮赖一颜 你能好意思吗 姑娘 你自己如果拎不清的话 你就别希望这两个男人 能够分得清他们彼此 也别指望两个男人都无私的 或者利用彼此的妒忌 把爱都给你 你坐那儿坐享其成 哪边都不断 哪边都连着 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 结果自己最受害 然后说另外一个 口拱声声是爱 除了弄点小男生 追小女生的小花招之外 还有点脚踢自己孩子的本事之外 你有什么呀 弟弟 孩子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咱们不说故意不过意 口口声声说 要不是因为你大迷 我怎么会把我孩子踢掉呢 对吧 本来就是不是因为他 我俩真的不会打架 如果今天他有跟别人 比如他跟我留了电话了 你又快说又踹掉一会儿 当时他就有他一个电话 没有别人的 你啊 最爱的就是你自己 不然不会一个自己女朋友 跑去北京半年找不到的 大迷怎么找得着啊 他把电话他都没告诉我 他怎么能找到 我问你 如果我想找一个人 我不信在当今 这么信息发达 实在半年找不着 自己的女朋友 他把信息 丢号什么给我拉黑了 把手机号都换了 他告诉他了 他没告诉我 一个不成熟的小男生 在这认为自己 是为了爱 所以付出一切 你是因为 容不得自己的女朋友 被别人抢走 容不得自己丢这个面子 这份心碎 才站这儿叫嚣 你知道吗 然后说最后这个 很简单 小伙子 不管他是别人的女朋友 还是现在他是自由的一个 一个你认识了四年 跟你纠缠不清 好像说清楚了 但依然在困难的时候 要找到你帮助他的女人 你觉得值得你爱吗 值得 我相信 以我 好的面 以你根本年轻 不懂事 看不清爱情 是什么东西的 这种糊涂状态 所以你才会这样 如果没你 他们俩的事 倒简单了 好 这个